星际种子 平行灵魂和地球灵魂 平行灵魂 平行灵魂来自不同的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不是更高的维度 它们与我们的世界平行 有时,我们的高卧不仅注入一个灵魂 而且注入多个灵魂 以同时化身在多个平行世界中 这被称为同时化身 从理论上讲 这促进了更快的学习 就像同时进行多套模拟游戏 之所以说 是从理论上讲是因为 学习不仅取决于我们经历的经验的数量 而且取决于我们通过每一次经历所进行的学习的质量 一些在平行世界的存有选择在这个世界暂时投生 它们通常会把一小部分灵魂留在原来的世界里 这样它们就可以追踪回家了 虽然灵魂分裂 对其他灵魂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但这对于平行的灵魂来说是正常的 平行灵魂的情况很少见 它们之中唯一的共同点是 它们有着与我们其他人不同的独特视角和生活方式 不合群的感觉 可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平行灵魂的最大挑战 地球灵魂 地球灵魂 是那些从未去过其他恒星系统的灵魂 它们在这个星球上 开始了它们的化身生活 地球灵魂是人口的大多数 作为如此大的群体 地球灵魂中有相当多的变种 一些地球灵魂 已经发展了足够的灵性 以至于它们看到自己 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灵性存有 另一方面 许多地球灵魂在灵性方面 仍然有待提高 它们过着简单的生活 这没什么不对的 它们是社会的中间分子 地球灵魂比较容易 与失业成功人士划上等号 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 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努力的点上 是有帮助的 典型的是在失业方面努力 地球灵魂的专心致志是一个优势 因此 当星际种子们思考生命的意义 并寻求实现它们的人生目标时 地球灵魂们可能会把它们所有的能量 投入到它们的事业中 并取得进步 看着地球灵魂的灵性成长 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星际种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引领者 引导地球灵魂走向它们的成长 在这个阳生的时刻 希望地球灵魂已经准备好 采取一些主动行动 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每个星系种子群体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独特的天赋和力量 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不能代表我们真实自我的人 而去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 相反 我们希望充分开发我们的潜力 与此同时 我们也想鼓励别人也这样做 只有当我们培养自己的天赋 看到别人独特的天赋时 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